聖誕就到了 相信女士們都會有很多派對去 而很多人都會專注眼妝 底妝其實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人家第一眼都會先看到我們的臉 還有我們臉會有些暗瘡的問題 黑眼圈、眼紋 究竟是否要打一個很厚的底妝 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呢? 給大家一個提示 告訴大家我們在上底妝之前 用神仙水泡在上面 然後在我們有問題的地方 濕一塊棉花撕開去敷上面 敷三分鐘 讓皮膚軟化了 上底妝也會更加貼服 而今次這個Cream Foundation 它本身已經可以集齊三樣東西 粉紅色的層就造光澤 令到臉更加紅潤 而米色的層就造遮瑕提涼化肌膚 而白色的層就可以令到臉頰緊緻和保濕 而我也很喜歡用這個掃 因為這個掃是隨著產品附送的 你會見到這個掃好像一個手指公一樣 而且它的密度很高 當你染過粉底妝的時候 它可以均勻地潑滿在上面 首先我們用一個掃在Cream Foundation上面掃兩個圈 然後我們在臉頰的位置慢慢向上掃 掃到我們眼角的位置 再掃到額頭和鼻子 最後掃到下巴 掃完之後我們用一個掃去打圈 把粉底均勻地放在臉上 這樣就可以令到底妝已經很有透白和光澤的效果 我們眼圈的位置或者在暗瘡的位置 瑕疵的位置 用按壓的方式就可以遮到這些暗瘡和黑眼圈的位置 其實現在的潮流除了紅唇之外 一個完美透白的毛瑕底妝都是必須的 但是我們的小愛 我們在這一點 這是一段短的草法 有效的